有沒有想剪頭髮的啊 很短的嗎 沒有啦 很短的嗎 對 有一個很長頭髮 現在要剪到肩膀 沒關係 明天再去我們店裡 好不好 不好意思喔 我們設計師拒絕 那你想要總監幫妳亂剪嗎 可以有一點長的 你知道嗎 會氣球 好 妳真的很勇敢耶 好 妳坐好 好 我覺得剪完就不用洗頭了吧 有 先洗頭 妳不能再剪完就好 剪完就不能洗頭 對 剪完她說不用洗頭了 好 那這樣也算完成吧 也算完成 算了 謝謝 等一下 卡住 對 妳這個是 謝謝 妳這個很容易卡住 對 因為我都會讓他們卡 卡得很深 現在那一位 辛苦了 謝謝 不好意思 我手 先開我手 很像遊玩游泳的感覺 對啊 有五千公尺 對 看得到嗎 嗨 妳接受我最滿意的長度 等一下喔 不用 不要急 我們快慢了吧 所以妳是希望 乾了之後是在這裡 好 那我剪下來一點點 這樣妳就有空間 而且姊姊還自己 跳下來幫一位客人剪頭髮 變成說我們好像各施其職 能夠幫一點什麼忙就幫 有人願意 然後我們剛好也學以致用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練習的機會 所以我不想放棄啊 要不然妳平常練習只能對著夾頭 所以剛好把白天學的在這裡用上 妳想要前面稍微短一點點的 那妳有分那邊 有分左邊 這邊 是不是就是這裡 對 好 還有就是她頭髮太多了 她真的頭髮超大一把的 要不然我應該會更快把它剪完 想知道我們在營業中二會遇到 什麼有趣的事嗎 快來訂閱 來吧 營業中官方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不錯過任何精彩內容喔